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呢 是这个 山 这个字 从小学一开始 就会学到这个字 在教科文里面呢 基本上是有两款 一款呢是这样 下面一长痕 上面一短痕 这个一长痕呢 是表示低迷 木板 或者那一张席子 就是表示低迷上一个平面 这个东西呢 是在机面上 或者在一个木板上面 或者在一顶学质上面 就是这个意思 表示一个位置 在另一个位置上面 这个上的个本意呢 就是指相对的高处 和下这个字呢 意义是正好 像粉 上下上下嘛 对吧 所以因此呢 就是分子 在高处的 高等级的 低位高的 有一些什么 准竹啊 准长啊 等等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字啊 不同文字的写方呢 我来引试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字 对话比较少 它是这样写 这一条线 表示底屏 或者木板 或者有零斜 上面一短痕 表示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的上面 很简单 还有一块呢 它是两条弧形 这两条弧形也是一长一短 底下的长 上面的短 这个上这个字 在画板里面 就这样子简单 经文里面呢 第一块 这些是这样 其实这个要让一块字呢 就是看上去 或者下面长一点 下面短一点 第一块是这样 所以这个字呢 非常容易和那一二三的那个二 那个数字二 容易混淆 所以合了一些这个字呢 它就加了 它写成这样 就是现在我们 开数里面写这个三字 就是这样子 第三块这个三字呢 它把这个一数呢 写在处理拐弯的 写着一个的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美术字 也许的写法 这个地方也是处理拐弯的 所以在这种写法 它的老组中 是锦纹 锦纹里面还有一块呢 就是比较复杂 它这个地方写了一个三 这个旁边呢 它写了一条路 在底下 它写了这么一个直 那就是这个字 意思是什么 沿着这条路 一直向上走 这个字 就是这意思 小庄的这个三 就是由锦纹这个字 变过来的 小庄的三 它这样写 小庄的三 它写的这样 在粒书里面 它这就是从锦纹这一块勾来的 在一音笔里面 它就这样写 开数呢 都是从那种锦纹 已经变过来的 开始写着这样 上这个字啊 是指在某一个部级 在另一个部级的上面 相对的各处 上面 要预下 这个意思相反 另外呢 这个字呢 还有就是从一处向另处去的 这个意思 比如说上街啊 上菜场啊 有隐身字呢 添加安装啊 等等 一些 意思在里面 比如说上油车啊 上拿 上个螺丝钉啊 好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 上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再见